我後來關心到 位在濁水溪上游的五屆部落 進入枯水期 那水深絕淚滿江紅遍布 形成的另外一種美景 信義很多遊客要前往觀賞 那不少的白牌車 竟然是出來搶生意違規載客 經理單位特地的前往稽查 當場揪出16屆違規案 也特別提醒民眾 一定要選擇合法的汽車運輸業者 才能確保安全 汽車過來 汽車 路邊藍茶駕駛乖乖靠邊停 只要是違規車輛 統統逃不過他們的陰眼 取締的重點 其實就是違法營運的白牌車 違規事實擺在眼前 只能配合簽收罰單 說穿了遊客強大違規白牌車 就是為了這幅美景 紅黃綠三個顏色交織 溪水中布滿水深絕淚滿江紅 會在濁水溪上游的五屆部落 東春枯水期特殊景象 吸引不少民眾前往觀光 約埔里到五屆車程至少20公里 白牌車看上這條財路 便用便宜的價格違規載客 為了遏止亂向台中區監理所 跟南投監理站積查小組 最近就出擊不斷前往積查 警方提醒白牌車不但暗藏風險 如果發生爭議恐怕還會投訴我們 假期想要外出踏青還是選擇合法 汽車運輸業者千萬別貪小便宜 而因小失大 記者正傳南投報導 請問請問